应该是去进修了语言学研究所之后才发现到的 虽然没有正式的去找心理医生做测试 但回溯整个在台湾学习汉语和初中英语 再到美国从高二继续学习中英语的过程 参照失毒症所列的一些典型症状中 我几乎中了一半 而我个人认为都应该是比较轻微的症状 就算这些障碍都不是失毒症 我也在修完一堂初级心理学之后 问心理学教授做了左右脑测试 发现到自己确实是属于右脑比左脑发达的那一类人 所以我青少年时候所经历过的学习语文时的困难 有一定程度应该跟右脑发达的特质有关 根据研究右脑太活跃的人 在处理逻辑性的事物诸如学习语言 容易受到非逻辑的右脑思维干扰 而出现学习缓慢的倾向 好 现在就来分享 我是怎么糊里糊涂生存下来的 这一集专门针对我的阅读经历 也会多少交代一下我的其他学习经历 大概在13岁之前出了学校的课本之外 全世字的中文散文或小说几乎没耐着心子读完过一整本 虽然我自认为自己挺喜欢阅读 自小父母不吝啬买书 我家附近不只有兼卖书籍的文具店 还有一家非常亲民的旧书摊 一有空就泡在店里 大半天不出来 而我并没有太注意到自己真正喜欢看的书 并不是通篇都是字的那一种 我稍微意识到自己有阅读速度迟缓的状态 但是理解和逻辑方面倒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吸收与反应好像比较慢 一直以为是脑袋开窍的慢 所以忽略了自己长年以来有喜欢买书屯书 但其实没能好好看完几本书的事实 我能意识到的很多看不下去的原因 往往跟字体太小排版太密 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在13岁之前从头到尾看完过的 一本通篇试字的散文集 是在台湾过语日报 为青少年撰写专栏的儿童文学作家 林良写的小太阳 他的文字非常好消化 内容温馨而又幽默 这本书也是国文老师推荐的必读书单的选项之一 幸而我没有严重失读症者会遇到的那种看书字体跳跃解码困难的情况 就在许多同龄同学 带便当都纷纷用报纸包 中午边吃便当边追报纸的连载言情小说的同时 我发现自己看普通中文报纸却有困难 字体太小 读着吃力 漏行语重复阅读 导致我不敢看报 也不敢跟任何人透露我有这个障碍 而且我15岁以前的视力是正常的 不需要戴眼镜 所以之前的这些困难应该不是视力有问题 所导致的堵不下去 都已经上到国中三年级 发现班上学霸级的人物或国文成绩好的同学 都开始在看红楼水浮 嫉妒善恩仇记之类厚重的吓人的文学作品 而我却仍在阅读有注音符号的国语日报 只因为这报纸的字体大 这种特别针对小学六年级 或更年幼的阅读市场的儿童报纸 也有一小部分的青少年版面 因为我开始在上面投稿 并且被刊登了出来 所以父母才愿意花钱订 与此同时 也同样因为投稿刊登 而定了台湾当时挺有名气的一本 青少年杂志《王子》 台版印刷精良 内容包罗万象 主要是图文并茂 还开辟了让青少年投稿的原地 特别喜欢 像这样的书籍 我可以从头到尾读完 虽然对没兴趣的主题也会跳过去 我特别喜欢看图画书 漫画书杂志 那种一般人觉得内容乱七八糟 甚至不太有水准的书 好比吃饭配菜 我看字需要配图才验得下去 图越精彩我越喜欢 有阵子我小舅跟朋友合伙在夜市摆摊 卖旧书 我因此看了很多八卦杂志 出国之后 这种翻开书本却读不下去的障碍 变得更加明显 有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阅读英语这种表英文字 我所遇到的障碍和读中文时候的困难 可以说完全一致 更由于英语不是母语 所以更糟 我开始在美国学英语 接受正规的公立高中教育 在阅读方面遇到过以下障碍 这些问题都造成我有一段时间学习相当缓慢 字体太小 排版太密集的书籍完全看不下去 即使内容再有趣 字心好不好 也是引发阅读兴趣的关键 查字典非常困难 英文特别是 好像不能够快速的从一堆文字大海中 找出我要查找的那个字 容易被干扰 所以非常厌烦翻查传统的纸本字典 有了电子字典后 便将纸本字典束诸高格 传统的印刷版英文报纸看不下去 只有大标题和副标题可以吸收 读英文教科书容易鬼打墙的 重复同一行或者漏行 一页英文小说读半天读不明白 虽然好像大部分的字都认得 我后来又是这么一一克服这些问题的 上一集提到 诱脑处理非逻辑思维 像是图像想象音乐艺术一类的食物 所以能合理解释 像我这样的诱脑人 倾向于接受图像的诱导来学习语文 既然只看得下图画书 那就尽量挑有图画的书来看 中英语都是 有插图的 大字体的 故事简单句子短的 而同书变成是我的最佳选择 好处涵盖基本文法 常用字 同书图文并茂 给人轻松的感觉 阅读起来压力小 又由于是教育性质的书籍 内容创作与文笔都可以依赖 可以选童话名著的原文版来读 像什么小红帽 三只小猪一类的 对应自己首席的故事 来反向学习英语 对语句的吸收比较自然 很多单词或字句 一经过接触便不容易忘记 看漫画书也很有用 接触到书面形式的口语 可以学到常用对话 甚至美式礼语 邂逅语等等 美国漫画中的旁白 有种特别的书写风格 喜欢用全是大写的手写字体 来呈现 这种字体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读着有点吃力 但久了习惯之后会发现 这样的训练对阅读有好处 那就是以后碰到这种 全部大写的字 可以读得很顺 以后我打算专做一集看漫画 学英语的讨论 分享我当年看的英语 人文漫画 有些故事边看边学英语 非常享受 报纸也要想办法看 看英文报 也专挑漫画版 看四个单幅漫画 读有插画或摄影插图的 短片叙事 或新闻头条 只读新闻的标题与副标题 其实标题都是精华 被特别重视撰写的句子 彩绘上标题 广告也是很好的学习来源 看各种不同类型的 图文并茂的广告 超市减价广告传单 有购产品目录 杂志广告 凡是生活的东西 有现实需要 就会认真吸收 在想尽各种办法 把阅读习惯养成之后 奇迹般的 我从大学一年级以后 就开始可以读一堆字的中文书了 像是金庸小说 报纸也可以了 后来整个大学生活 从学士到研究所 都在追赶过去 没能吸收的古典文学 诗词 以及翻译小说名著 也能读佛经了 英语部分 经过先前所提到的 那些看图阅读的训练之后 也在词汇渐渐丰富之后 加快了阅读速度 大约在到了美国第五年之后 可以正常阅读 对密密麻麻的文字 不再感到无所适从 以前那些读不下去的障碍 随着阅读习惯的养成 逐渐消失 而我到现在 还是非常喜欢看图画书和漫画 结论就是 即使有阅读困难的情况或障碍 阅读的习惯需要想办法养成 否则仍影响日后的学习与进步空间 不宜成绩看成就 成绩有分学校社会给你打的分数 以及自己真正的实力 所反映在生活各方面的分数 这两种分数不一定是相同的 在学校成绩不佳 不等于不喜欢读书或不擅长学习 弄清楚这一事实 有助于加强个人学习习惯的养成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诱恼人的 阅读习惯养成术 希望能够帮到有类似症状的朋友 我还会在往后的影片中 提供各种我自己经验过的语文学习方法 感谢你的停留 欢迎表达观点和经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